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Forward就跟大家转发了 一只老大的一只狗 这狗肚子上趴个小孩 那狗还跟那小孩葫芦 就跟那个妈似的 跟那个爹似的 那小孩太小 那狗大 跟那个狗之间呢 您可以看到 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呢 非常的传神 反正孩子不会说狗话 狗也不会说人话 但是你能感受到 所有看的人都能感受到 生命之间的那种传递 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视频 那个人看起来像是南亚人 但是在这种山地当中 狼 那个狼和老大的那狼了 四五只狼 这狼跟这个人 关系非常好 那狼窜到他身上啊 如何如何的 因为能看出来那地方 是野生的地方 而与此同时 在这个看到一些苏联 传出来的 俄罗斯 对不起 不是苏联 俄罗斯传出来一些视频的 什么摩托车上坐一只大熊 要不然警察那个车里面 也坐了一只大熊 狗熊跟人在水里玩 那这些都是 讲动物的凶猛的动物 和这些凶猛的动物 跟人之间 有着生命内在的传递 而并不是 像我们在学校读书 读到的那些东西 不是的 所以生命 本来的生命 自然的生命 之间 有着一种情感 相互之间 生命内在的联系 所以俄罗斯人敢抱着大熊来回跑 你让我 让你 大家也抱着大熊来回跑 不是我跑 是他跑 对吧 夜里走道碰直狼 你能想象说 那狼跟你拥抱吗 还亲亲嘴 电视里是那么放 这是我想跟大家讲 越现代 就是人的生活越现代 脱离生命的属性越远 那人就越自我 越孤僻 越自以为是 其实呢 就越加的利益和自私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但这种视频 中外在 在今天社交媒体环境中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如果你说你看不着 那你就上我的Facebook或者Twitter上 我每天跟大家转发几个 然后写下我个人的狭隘的想法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来自于这个看中国的网站 说李作成已经升任总参谋部的部长 这个防风辉呢 这个防风辉呢去向不明 文章的原报道来自于新加坡的叫海峡时报 说引用了两名熟悉中国军事的消息人士讲 习近平已经将李作成 他是53年出生的 任命为这个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那防风辉呢已经被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消息是蛮大的 因为防风辉呢 4月6号7号是随着习近平 去了这个美国 见了这个川普 那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呢 他的军衔的身份 就是实际军队的掌控力的这种力度呢 是一个相当实权式的人物 所以这是对等的官员 对等的官员 也就是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作为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 来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范长龙跟许其亮并没有露面 而是真正露面的是习近平露面 和防风辉露面 所以对等下来 这是中国军方 中共军队当中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最后上面他直接向军委主席汇报 那军委副主席呢 就有点摆设的感觉 那而这李作成比较特别 李作成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 所以他是中共军队当中 少有的真正参加过作战的上将 外面讲 李作成遭到江泽民的打压 98年的时候 当时李作成只有45岁 是41集团军的军长 02年 李作成当时把军部里面 江泽民的话 记述了江泽民的话的牌子给摘走了 结果被人告了状 所以李作成就穿了小鞋了 那一直到 一直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2013年 李作成成为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 2015年 晋升上将 那同年改任 首任的陆军司令 那这个变动 并不代表 防风辉呢 可能会下去 但是这个变动给我的体会就是 还是跟大家解释的 习近平 王岐山 栗战书要做什么 外围根本没人知道 外围根本没人知道 而所有这些将官 所有中共上层的高级领导 他们自己的职位的变更 也是具有非常突然性 所以都反映出 习近平 王岐山 栗战书 面对江泽民留下来的整个权力体系 军队 政府 党务 宣传 你都在其中 他对系统中的官 对谁都不信 不相信 他除非 我没跟你说 除非这个所在的系统 就像这个军队一样 出现过改变之后 他才可能去任意操作 否则的话没有 那面对现实的环境 以军队作为后盾 来进行大的包括党务和政府的变更 这里甚至包括废除政治局常委 都有可能 美国之一 金正恩显示无意通过外交途径 化解危机 首尔 俄山政策研究院的政治分析家 这个人叫崔康 他认为 金正恩真心相信强硬路线的政策 因为完成导弹与核项目的试验 实际上是让他的权利 让他对政权的控制合法化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我也觉得是这么 他就用这手活 把所有人都玩里了 所有人都玩里了 为什么 韩国人输不起啊 对不对 横的就怕不要命 有钱的怕那枚不穿鞋的 光脚的 那韩国人太有钱了 那朝鲜人没钱 活着跟死的无所谓 就这么回事 有人说你应该 朝鲜人应该如何如何 他们没问题 你说的都对 但我现在怎么办 我跑到中国大陆 都是被人可能给送回来 那有分析人士认为 金正恩会遵循 他父亲和祖父 开辟的路线 加强他强大领导人的形象 并进政策 既提升和威胁力 对抗美国 一方面又改善经济 这不好说了 那起码他要有饭吃 据说在首尔附近 他也在进行经济改革 那自个儿养活 他也在做这种事情 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员 这个人叫苏伯学说 我认为金正恩政权是稳固的 推行着经济发展与核威胁 并行政策 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发 他在朝鲜人当中 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可能是 因为封闭的概念 对他封杀的概念 有便于他本身进行统治 他的国土面积小 对吧 人口相对少 那你作为对等来讲 你看今天的习近平 在面对中共党内之间的压力 当他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 当他采取某种方式 去保自己命的时候 你看这超乎的 哦 根本不让他 那所谓金正恩来讲 他就根本不让你出这手 而针对朝鲜状况 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呢 进行这个处罚 德国媒体讲说 这些耳光让北京措手不及 德国世界报写的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 平心静气的实施 对针对朝鲜的制裁 但至现在 北京却遇到了 出其不意的麻烦 那中共领导层必须做出回应 因为朝鲜 因为美国宣布最新的制裁 并非针对平壤 而针对的对象 是中俄十家企业 和六个个人 那这种制裁 中国已经有反应了 那原因就是这些公司和个人呢 给朝鲜提供方便 任何被制裁地区 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人 发大财的机会 永远是 就像北京 北京原来有外汇人币 我只能说我那时候了 外汇人币 这外汇人币 只有外国人用美元换的时候 他拿的人民币 跟我们老百姓用的人民币不一样 真正的重阳媚外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 所以那外汇人币呢 值钱 人币不值钱 就这么回事 所以那时候倒外汇人币 就能挣钱 那个时候高喊爱国 跟朝鲜一样 神经病 我没跟你说神经病 爱国主义就是精神病 在你高喊爱国的时候 打的就是你 因为你是精神病 你就不值钱 因为你跟着他转 你听他话 你就不值钱 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